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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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时候玩手机 你会看到我们会这样拿着 可能放下,然后我们就在玩 有几个问题 第一,我们手腕的姿势 可能不太好 有机会令到 腕管受压,令到手会麻痹 第二,我们低头 颈的问题出现 第三,我们的手腕 放在前面 前面的肌肉 会比较感,后面的背 会比较松 所以玩的姿势 如果可以做到的,第一 应该最好在 眼的水平 变成颈子 没有那么容易受伤 我们可以放在一个 左,看剧 就会令到颈子痛 第二,我们尽量 手要伸直 手伸直 或者可能看着一些东西 会令到肩膀 手腕 控制会减少 肩膀 坐,当然 座椅要舒服 我们为什么说 座椅设计到这样 其实有几个原因 第一 我们的背部 尽量贴住 希望可以保持到 整常的弧度 手 有个手 两个柄 也可以减少手的重量 即在驱角的支撑 也可以减少背部 就是颈痛的情况 我知道很多人 就喜欢在床上玩手机 躺在那儿 半饿 側饿 看你 这些就最差了 颈啊 腰啊 手啊 都很容易出问题 这些我就不建议了